诶 这个到处飞的是啥 我看看 哦 是无耻翼龙 应该可以训的吧 诶 落地了 落地了 赶紧 射爆 我干 跑了 我今天一定要把你给射下来 要办事 你别飞啊 其实吧 训无耻翼龙非常的简单 直接用流星锤捆绑Play 然后再对着那里直接射爆 我说的是对着他的头 不能太快 要温柔 因为无耻翼龙的头部有杠的暴头伤害 太快容易可屁了 无耻翼龙吃绿色的食料 羊肉 优质生肉 生肉和鱼肉 还算比较好训的 无耻翼龙的按38式解锁 需要假刻术后的角质 当你骑上无耻翼龙之后 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风景 好 风景也看得差不多了 看下地图 我在哪儿 该回去了吧 好了 风景也看得差不多了 有了无耻翼龙 游戏的难度算是降低了一个层次 咱们可以跨过 跨过上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然后踩机 我们积蓄了支援 金属 金属踩完还顺便踩了一些水晶 走 咱们回家 咱们动不了了我干 哦 原来是负重了呀 那我先把水晶扔了吧 不行 还是太慢了 再把金属扔一半吧 无耻翼龙的走剑 普通攻击 伤害一般 无耻翼龙的右剑 可以抓取小型生物 虹们可以把兜兜鸟 抓到海里为杀鸟 还可以把双几龙抓到海 哎哎哎哎哎 我去 没耐力了 别别别 别下去 那里有 有渔夫 无耻翼龙的塞剑 空中冲刺 这个技能比较消耗耐力 这样就可以对大型的恐龙 使用迂回战术 就是冲刺两三下 到一边休息 然后继续 就是也把那里喝完了 总结 无耻翼龙是玩家们 前期出行必备的飞虫 不管你是萌新 还是新手 还是老手 而无耻翼龙 都是我们需要用到的 飞虫之一